大家好 我是鄭明芝中學的沈啟成校長 鄭明芝中學是香港九龍堂基督教中華宣導會下的一間中學 我們中學主要辦學的宗旨是辦學傳福音 除了基督教中學之外 我們很強調全人教育的發展 我們更加希望藉著我們學校的教育 我們學生成為一個基督徵兵 可以在社區上作光作弦 我們希望我們的學生不單是成為你的領袖 更加重要的是讓學生發揮到自己的潛能和特質 讓我們可以在社會上有所貢獻 這也是學校的保護人質和宗旨 這幾年的疫情和社會的狀況 對教育界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和困難 但我們亦很相信有危就有機 所以在疫情期間讓我們發現 原來學生有很多方面的才能 以及可以發揮的空間很大 不如先講到困難 其實可能是學習上的困難 包括應用科技 或者如何能夠很專心自學 一種很有紀律的學習 或者是生活 都是學生的很大的挑戰 亦是很多老師很擔心的地方 但與此同時 我們看到學生原來很喜歡上學 亦都很喜歡見到老師和學生 這是平時我們 好像中國人這樣說 你失去的時候才會珍惜的一個道理 我們發覺 原來我們通過不同的網絡 或者一些科技 甚至用最傳統的方法 打電話 傳一些慰問卡 都是令到學生感到很窩心和暖心 而且我們學習的重視程度 是比我們想像中更加高的 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就是很多童話 在這個期間 是在圖書館借很多的e-learning e-books去看 或者看很多不同的短片 或者影片 從中有很多不同的平台 發表自己的意見 這個都讓我們看到 原來學生自己都感受到 知道困難或難點在哪裏的時候 他們在主動性上提升中 我自己認為 香港學生的英語水平文能力 其實不會低了很多 只不過我們的學生 運用英文 甚至可能是講英文的機會 在疫情期間相對少了很多 這個我相信是對他們有影響的 另一個方面 其實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 傳授一體化的情況下 其實學生通過網絡平台 可以跟世界各地不同 以英語為主的 溝通國家的人 的同學和朋友去溝通 其實這方面 跟我越來越發覺 英文的重要性 所以我們亦很強調 我們希望培訓學生 兩文三語的能力 而其中英語的能力 包括表達、理解、靈感能力 我們希望不斷地提升 其實我們知道 英語也是一個比較 其中一個國際的語言 如果我們能夠培訓學生 在語能力上的提升 或者掌握度的話 我相信對他們的將來發展 這一點不會有更多利益和好處 其實我們都明白 數據是對分析學校的 我們預備的功夫 或者我們所設計的課程 對學生的成果 是有幫助的 所以我們這個數據 是幫助了 我們不單止知道 學生的能力水平 或者學校的課程 配不配合學生 或者社會的需要 這方面也有幫助之外 最重要的是 讓我們的老師了解 我們所做的事 得出的成果在哪裏 而這個成果是一個量化的 而不是我們 憑我們的感官 或者感覺上去認知 包括在拔尖上面 我們知道 某些學生在哪方面 我們再去提升 多一些 比如說話的能力 或者靈體的能力 甚至可能是 提對文法 或者是語句 語態那些方面 我們可以幫助去提升 而至於一些學習能力 相對沒有那麼強的學生來說 我們的設計上 亦都可以幫助 他們的弱點在哪裏 而從中 我們在設計課程 活動 配合的時候 我相信會幫助學生成功 所以 數據對我們的設計課程 甚至活動 以至幫助學生 有進步 這方面 我覺得是有很大的幫助 其實我們一般的香港學生 除了考小六有一個TSA 中三有TSA 中六有DSA 這些是一些數據 我們可以分析到他們的表現之外 相對來說 當然有一個國際性的英語考試 我相信是對學生與行接世界 有一個很好的作用 這是第一 第二 為何我們都會給學生 認考TOEFL 就是我們希望我們學生 都有多一個國際英語的資歷 讓他們自己都可以提升到一個自信 當他們再面對公開考試的時候 會更加有信心 而第三方面 就是通過國際英語的考試 我相信 對老師去設計課程 和我們去訓練學生 這兩個主要方面 我們是可以做得更加到位 和幫到學生 我相信 其實英語是一個國際的語言 其實除了剛才我們都有講過 除了我們希望學生是兩文三文 即是我們的中文 普通話和英語 我們希望都是堅善 除此之外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其實我們都是地球的一份子 即每一個國家 可能有自己的不同的語言 或者文化 但是溝通 也是二十一世紀 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有一個比較好的英語能力 我相信能夠全世界各地的人 溝通 包括國內、國外的朋友 我們要去認識 去了解 甚至將來會做生意 甚至可能有些文化交流 甚至科技的交流的時候 英語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回介 讓我們能夠更加好地 更好地 更適切地跟不同的人溝通 所以在大灣區的發展下 我相信 不是學生只學中文 或者普通話 英語的能力和掌握 甚至我們要了解西方的文化 或者溝通方面 都應該是覺得好的 其實講到教育 我們在香港這麼多年 都發覺很以考試為主導 或者是一試定心死的情況 對學生無疑增添了很多壓力 但我其實都很希望 我們的教育能夠 讓學生自己找到自己的專長 或者興趣 而他發現專長興趣的時候 隨著科技 或者媒介 不斷的資訊 越來越多的時候 我相信 如果我們能夠讓學生 有多些選擇 讓他們知道 正正就是他們 每一個發展的方向 都是可以有出路的 都是可以有成就的 我相信這是一個 最理想的教育模式 當然要學生有一個自覺的能力 學校的教育是不能挽救的 而當中 語文能力的提升 我相信 不單是對學校教育的幫助 對學生自己尋找自己的興趣發展 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其實很多校長或家長都會覺得 做了一些傳統的工作 譬如是醫生、律師、會計師 這些才是最好的 但因為我們這個學校 是一間基督教學校 我們都期望我們的學生 除了可以有一批學生 成為社會的領袖之外 我更加希望我們的學生 在不同的範疇上 都可以有一些的貢獻和領袖上去提升 不一定每個學生都要做到醫生、律師 我相信如果學生有興趣的話 如果可以同事藝術 或者音樂 或者我想做一個社會工作者 或者做教師 甚至做一個設計師 我相信對社會也有貢獻 最重要我們可以找到自己的興趣和專長 就像我們學校的成長主題一樣 Arise Shine 我希望每個同學都興起發光 成為社會上一個有用的人之外 可以發光發亮 幫助這個社會更加進步